大家好,我是飘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厨具馒头 做法和比例都告诉你 做出来的馒头保重松软的和发糕一样 首先呢,我们取面粉200克 酵母1.5克 加1克食盐 6克糖粉 用100毫升的温水化开 把堆好的酵母水直接倒到面粉当中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始揉面了 做馒头呢,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接下来的发酵 我们要找一个相对密封的环境 发酵2-3个小时 因为我要做厨具馒头 所以我要再做一个彩色的面团 方法步骤和之前的都一样 就是往酵母水里多加了10克红麴粉 揉光之后让它们一起发酵 面团一定要发酵成像这样的蜂窝状 才能开始揉面排气 我们把面团都分成四等份 取其中一份搓成长条切成小面剂 揉成小圆球 白色的要比红色的大一些 因为白色的要做抵托 把面球擀薄之后 用刮面板轻轻地压线成米子状 把这八条线中间连着 像这样边上给它切开 成花瓣状 将一片花瓣中间压两条线成八字形状 在花瓣两边用手往回捏紧 所有的花瓣都捏好 然后按照上述的办法做一个白色的花 做好之后呢 把红缩的花放上去 最后搓一个小面团 放中间做花蕊 一朵厨具就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蒸馒头第二个重要的地方 二次醒发 让做好的花形冷水上锅 醒发至变大 然后再开大火蒸18分钟 熟了以后呢 就到了第三个重要的地方 焖五分钟之后再给它揭开 这样做出来的馒头保证松软的和红糖发糕一样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热熟 再见 有点 Untertitel